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两个人就是被指控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 而且涉嫌收受贿 所以他们讲说他们两个人的行为 辜负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 然后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生态 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 造成极大的损害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极为恶劣 危害巨大 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把两个人犯罪的问题 移送到军事检查机关依法来审查起诉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大陆也没有遮着眼着 因为大概就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爆发这个事情 那时候大家后来才看到说 他们不是才露面吗 怎么又消失了 那事隔一年之后在三中全会之前 宣布了这个事情 而且是由央视来公布 那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也被人家关注到说 好像是史上最晚的一次 是在7月15号来登场 7月15到7月18在北京召开 这是过去40年来召开最晚的一次 那这一次是要审议深化改革决定的一个文件稿 那全面的这个深化改革啊 坚持党的领导来处理好政府跟市场 还有发展跟安全的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北京大学的学者 这个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一平讲说 因为外部现在有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 也意味着现在国家安全变得更加重要了 那我们看金融时报就讲 像习近平告诉欧盟的官员 他说美国试图怂恿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媒体引述了澳洲学者的分析 认为说习近平的说法 其实现在反映出来 中国大陆这些精英 长期以来对于美国 想要利用台湾议题来遏制中国的 普遍想法是如此了 那再来看到了秘鲁的总统 到上海来出席论坛 他提到了 他说非常珍惜跟中国大陆的友谊 他说外国投资变成他们现在目前 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 非常的欢迎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秘鲁投资 然后来投资我们印加人民的土地 他甚至去参访了比亚迪 跟亮哥一样 然后去参访了比亚迪 然后他就说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秘鲁最大的投资国 也是秘鲁投最大的买家 那现在中国的车企 应该要来秘鲁来设这个装配厂 秘鲁政府将不会设关税 而且鼓励更多的在地投资 那他看到了新能源车 看到了比亚迪 到深圳来体验了 华为跟比亚迪的新能源车 净乎哇哦 这还竖起了大拇指 那谢峰也讲说 现在中拉的合作是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影响 主要想要来这个阻断中拉合作 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很怕后花园对他们来说 我的后院怎么可以让你这个 中国大陆手伸进来呢 我的门罗主义还在这边 想要继续延续下去呢 那再来看看讲到门罗主义 昨天不是发动了这个政变吗 在玻利维亚这边 那因为现在大家讲说 是不是CIA有意要发动 这样的政变呢 因为过去CIA就有这么做过嘛 短短五年第二次要在 玻利维亚发动这样军事政变 可是三个小时闪电落幕了 那结果发动的人 就是前陆军的参谋总长朱尼嘉 他就讲说 这个是受到总统指使 你要政变人家 然后说是总统指使我的 让人家听了觉得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一开始 美国媒体就讲说 原来如此啊 这可能是自导自演 那人家就反过来讲说 是不是因为 这个是美国的黑手 进来没有政变成功 现在马上又甩锅了 又讲成说 这个是自导自演 因为本身这个玻利维亚的总统 是比较亲中国大陆的嘛 是比较是左翼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美国是不是政变不成 干脆甩锅甩过去 是这个你们自己的问题呢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一次李尚福跟魏凤和 这一次的宣布 其实也蛮震惊的 这就表示 习近平对军方的反腐 是完真的嘛 我们是还没有看到 公布的犯罪的细节 不过这个就是非常明显 就是收贿 收贿 我觉得中国大陆确实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精英 认为美国想要打台湾牌 可是这个美国这个打法 又不像他是已经准备好了 要跟中国大陆要在台海硬杠 或者说要开战 感觉不到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要耗损你的国力 要干扰你 所以金融时报那个新闻 虽然这个福德安否认 可是后来也有不少媒体跟进 而且金融时报长期以来是跟美国的国安单位 很熟 所以这个消息我认为应该是有根据的 他不会乱写 他是说习近平说我才不会上当 我想不是习近平说他不会上当 应该是习近平身边的重要的幕僚说他不会上当 这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今年的策略应该是 不希望成为川普跟拜登 在讨论外交政策的时候 让台海问题成为焦点 你们就去讨论 以色列跟加沙的问题 里巴仁真主党 还有俄乌战争 那尽量少扯这边 事实上这个议题 美国人并没有很关注 说实在 因为不是已经发生了事 现在世界上有两场战争在进行 所以美国 比如说川普就讲过 说我们对乌克兰话 一下钱就丢那么多 这个是川普真的讲过的事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一类 还有就是美国要不要卷入 跟黎巴仁真主党的战争 大概是这一类 我是觉得台海战争 中国大陆如果不希望聚焦 那大概就会淡化这个议题 至少在今年大选前 那这个秘鲁的总统 他往我去一天 这也要加进一天 我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来了 因为现场这个氛围已经开了 所以亮哥优先才能排秘鲁 对了 他还插队 他还在总统之前 你少在那边 我们早就因为 那个毕鲁 毕鲁是这样 毕鲁你也知道他在盖前凯港 那中国大陆投入了很多的经历 那希望把巴西的一些矿产 然后直接通过这个西部的铁路就 这样就不用绕过巴拉玛运河 所以坦白讲这个对巴拉玛是一个 重大损失 那前凯港如果可以盖好 可以盖运这个矿产 那这个总统当然会希望说 那也可以来坐车子 对不对 毕鲁的人均大概是七千多美元 巴西八千多 上差距也没有很大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有可能会考虑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普遍在欧洲 不少国家在做不同领主舰的设查 好 来问赖老师 火箭军从爆出这个贪腐事件以来 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就开始查这个事件 那时候是在比较底层 就一直往上追查 果然中国大陆在反贪腐这个部分 就是习近平在反贪这个部分 从来没有上线 所以查到最后的时候 李尚福是习近平提马的人 重用的人 一样拔下来 然后魏凤和一样拔下来 那么信任的人 两个人照样拔下来 现在双开 开除党籍 开除军籍 开除党代表 同时移送法办 我判断会被判重罪 因为里面有谈到了 用的词是很重的 就对抗组织审查等等 那么违背了他们的初衷 整个信仰崩塌 而且李尚福更严重 他不但收贿 他还行贿 去安排人事关系这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 毫不手软 目前来说 十三中全会 不是十三中 就是三中全会已经定了 而且目标也定了 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布局 布得很深 这一次是先在院士的会议中 就先把这个目标定出 2035年科技强国 这个目标要达成 11年中国大陆要完成成为 一个全世界的最强大的 科技强国 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中 那么也定出了 根据用科技强国的支撑 然后把中国大陆 基本上在 也是在2035年 要基本实现 这个现代化的强国 那这样的一个方向都定了 很明显的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政策战略 就会在中全会 很多的文件就会通过 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 其实是很重要 对 这个从改革开放的三中全会 就是我们讲的 11届三中全会 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觉得大陆已经把它 未来到2035年的 整个国家发展的目标 都已经定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大陆目前在全世界 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说到做到 这个也是美国的太空总署 很多人都已经背书了 就是大陆定了 它就会达成 是 好 来问一下将军 我觉得玻利维亚这次政变 确实非常有趣 短短只有三个钟头 连眼睛都还没有来得及扎了 也就结束了 那这次政变的故事 我讲给大家听 大家有觉得说 也蛮吊诡的 这个国家来讲 玻利维亚 它总共有历史到现在 它脱离独立以后 到现在也不过才200年历史 总共细数 它总共有199次的政变 也就是说几乎每年都在政变 然后这次政变又发生 它民众也很习惯 像我们台湾如果说 发生政变那不得了了 那可能股价崩跌 或金融市场崩坏 他们不是 他们老百姓第一件事 全去买点东西囤货 对不对 吃的东西先存好 所以他们也很习惯 这种政变 那这次政变来 来龙去卖怎么样 在上一任的总统 叫莫拉莱斯 这个总统他是原住民的 他因为原住民的身份 选上总统 但是选上总统 他贪污 或者是很多的作弊 或等等这种选举作弊 结果被谁推翻了 就被这个总司令推翻 叫朱尼加陆军司令 他把他推翻掉 结果他这次把他推翻以后 结果这次朱尼加 要推翻现在的总统 那为什么要推翻现在的总统 因为他说现在这个总统 不表态 说不准这个 之前他被他推翻那个莫拉莱斯 要竞选2025年的总统 你说这不是有点奇怪 他把他推翻过以后 那你现在这个总统 你不去表态说你要让他继续 能够当选总统 那要来继续竞选 那我就把你也推翻掉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过程来讲很奇怪 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说 这次的这种政变 是有一点那种自导自演 因为这个波利威亚 现在国内里面 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 他不管是通膨的状况 民众物资的状况 等等很多的不足 然后民众也产生很多的怨言 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这个总统来讲的话 他会感受到压力 尤其是明年他就要选举了 他会感受到压力 在这种状况上最好的方式 就是制造一个敌人 那这个敌人是谁来 就是前一任被推翻的那个总统 他来当敌人 那谁来演出戏 就叫当初把他推翻的那个 那个总司令出来 我们两个来配合在演一场这种戏 目的我觉得是在 就是现在这一任的总统叫阿尔兹 他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 在明年的选举之后 能够让老百姓转移掉注意力 不要说是通膨 经济发展不好 或者是物资很缺乏的状况之下 那在这种方向 如果他来选举 确实是比较不利的 那他当然就是要演一场戏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短短三个总统争变 而且结束政变过程也很幽默 怎么过程结束呢 就现任的总统 他在社群里面发 号召所有人民过来对抗军队 那老百姓一过来后军队就自己就解散 那我觉得也非常有趣